我告诉你 老老实实交代 不然我弄死你 二道家的 不要跟他废话 但我现在就弄死他 出手 明星 破毒子来了 怎么了 二道家的 有什么事啊 我听说你叫他 下山接应什么后援 是吗 是有这么回事 是吧 地瓜 来 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是用来 给我的街头人发信号的 发信号的 我看你是给 共产党发信号吧 起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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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名字 蒋兰 就你一个人 嗯 这深山老林的 你一个女人跑这儿 还干什么呢 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 结果再也没回来 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 就想进山找找他 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 昨天 你确定 这荒山野岭的 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就这样无打无撞地 四处乱走 没想到 幸好 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 要不然 懒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 懒儿在这儿 谢谢姐姐救命之恩 不必了 都绑了 住手 哥 又他娘咋啦 姓宋主向夏川 给共产党同同报信 什么 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给我绑了 大方家的慢着 他刚才说这话 你能信吗 废话 他是我亲弟弟 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 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哥 你看看 他想让这小子 哥 下山拿着这把枪 给共产党发信号 姓宋的 这个你怎么解释 没错 我是让我的兄弟 带着他去发信号 但是不是给共产党 而是给我的街头人 放屁 这招围都是共产党 哪来的街头人哪 一派胡言 哥 别信他的鬼话 弄死他 大能家的 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 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大哥 这个可能是真的 上回小子进城 看到满大街贴的 都是他的通缉令 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 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 你想想 你想想 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呀 就算我的街头人到了 他也很难找着这儿 我让我的兄弟出去 只是为了给他纸条名路 纸条名路 你不 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 你的街头人是人是鬼 但是老子知道一点 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 你的街头人 甭管招不招来 共产党肯定招来 打当家的 这个你放心 我早就想过了 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 鹰嘴崖 没错 选择鹰嘴崖 不只是因为他的地势高 我的街头人好找 更重要的是 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 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大了 怕是也很难找到 这黑风铃吧 更何况 我的人在打当家的手上 打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 好 好 老子就再信你一次 猴子 当家的 你派几个人 跟这小子一块儿去 好 宋先生 我这么安排 你不会介意吧 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事 昨天 在晋山的路口 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 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不知道 姐姐是想告诉我 这山里很危险吗 那 蓝人现在可以走了吗 谢谢姐姐 来来 站住 你这筐里 装的是什么呀 你们 不是突飞 你们不是突飞 你们不是突飞 嫂子 你看 你到底是什么人 知道了还问她 宋永征在哪儿 不知道 来人 把他给我绑了 这儿 是 狗特务 到这个时候还醉了 我看你挺他什么似 把他押过去 是 是 走 走 我天 真谈娘狗 放出去 开宫没有回头见 嫂子 现在怎么办 开 那边 来 那是哪个方向 那边好像是鹰嘴牙 对吧 鹰嘴牙 小峰 来了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是 慢着 无论他说什么 都不要相信 放心吧 嫂子 春城 咱们出发 是 出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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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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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别动 走 走 我说你这娘的坐着干啥啊 不是说了要等 宋先生的街头人吗 对啊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街头人招来 那还行吗 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 咱俩不成阎王爷桌上的贡果了吧 那你说 你说干啥办 上去 看看能招来谁 见机性事 你好 文渊 你说实力姐一个女人 她能行吗 我听说实力为了邓冉华 在武林大山里 湛山落草了很多年 后来被穿鱼的老百姓称为 凤山神女 这样一个女人 你觉得她行吗 这边是封世界的靠山导华 是你那边要不要想干啥 那我们已经找到他版计划 就像很像一样 然后,我看那孩子 那些人 那是你小业 谁呀 春城 你们在这儿等我 嫂子 你要自己上山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刚刚那个信号弹 极有可能是宋永珍 给她街头人发出的暗号 而刚才那个女人 明显就是她的街头人 没错 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 只能我一个人上山 因为只有我是女人 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 这样 给我半个小时时间 如果半小时没回来 你们再上山 好 半个小时 山里土匪这么多 找到宋永珍肯定很困难吧 宋永珍这个人生性偏执 不达目的从不罢休 国民党既然会选择她潜伏 她必然会 这不容易 可算被捡过来了 为了关破表值吗 什么叫破表啊 这是我未婚妻 怎么了 宋永珍见过实力的照片 不行 万一宋永珍认出了嫂子 后果不堪设想 我得马上进山 妈呀 我 怎么回事啊 我 我肚子疼 傻给我来架头 赶紧走 我走不了了 我真走不了了 我憋死了 草丛领 快 赶紧去 那我手绑着 我解不开裤子呀 我告诉你啊 别给我得寸兴趣了 我没有啊 小哥 你看 你看我这手 真解不开 要不 你帮我解 这 解开解开 赶紧解开 那儿 快 憋手还呀 好嘞 快 马上啊 这边 这边 还没有彻底好 顾不上了 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 我怎么能让话交代 那行 我跟你一起去 看什么 反正这趟我说确定了 走 关键 进去看看 不是让我去看啊 她是个女人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 她现在是敌人 快去 请继续 请继续 怎么还不出来 高金 高金 走 去看看 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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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 班长 怎么办 搜 站住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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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打算去哪儿找实力姐 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找到实力姐 而是在她之前找到孙永珍 可是一点线索 孙永珍这个人野心极大 她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她一定会找一个 实力足够大的鬼帮 为她所用 你的意思是 孙永珍有可能去了黑风凌 没错 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 咱们现在别无选择 老湘 您知道去黑风凌怎么走吗 啥 你们要去黑风凌 对 不是 你不知道 俺们这儿有句老话 叫宁过奈何桥 不走黑风凌 这从大清到民国呀 黑风凌一直是飞幻不断 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 可每次都是无功而凡 那现在战胜的朱家兄弟 那更是比那豺狼虎帽还要扼上几分 咱们就 就这么过去 老湘 我们这次来 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 可是 辛苦你了 那好吧 那咱们可再快点啊 那太阳落山哪 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 快点 快点 走 走 是他吗 没见过呀 那你那宋先生没说 那街头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也没说过 现在咱们呆 怕啥 不过就是个娘们儿嘛 看得给爷爷反了天 爷爷去挥挥他 这小牛长得挺标致的啊 你等谁呢 宋永珍在哪儿啊 你是街头人 当家的 这等着你呢 滚蛋 有你说话的份 陈妍 陈妍 你说说 你自己到底是谁 我是谁呀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爷爷让你自己说 这宋永珍 躲进大山里头 就收了你们这些货色 真是让人失望 我呸 你拐地弯骂爷爷 当爷爷听不出来啊 你他妈信不 你爷爷崩了你 你试试 你瞎让人 你瞎让人 让人 你瞎让人 来 来 现在 可以带我去见宋永珍了吧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哪 你 你拿什么证明 你就是街头人 来 这 这是啥吗 这电台 你个蠢物 你就算拿这个东西 你又能证明什么 是证明不老是 可是如果你们觉得 这电台 对宋永珍不重要的话 我走就是了 烦人 等等 玉霞 刚才多有得罪 如果您真是 宋先生的街头人 那 那 那就 请 请 请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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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向导 准备向导 跟上去 注意 千万别暴露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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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去 老湘 离黑风陵还有多远啊 这还有好几十里呢 这山路不好走 估计到那儿 就到下半夜了 王队长 你们解放军哪 是在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 依我看哪 这黑风陵地势险峻 遗收难攻 别说你们这点人 就真有千军万马 要想打下黑风陵 那也不容易啊 更何况 现在这黑风陵的山带王 朱刚 朱林两兄弟 那是地头石啊 他在这地形和手啊 万一跟那是个埋伏什么的 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 如果宋永珍正在黑风陵 你准备怎么办 不知道 不知道 这次的任务 是阻止实力和宋永珍碰面 其他的 只能见机行事了 加快速度 鸽ㅋㅋ record 巨师 噢 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多远啊 这不到了 到了 怎么又绕回来了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啊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带你去寨子 怪不得 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李侠 我们这么谨慎 这也是不得已嘛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不不不 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 把枪放下 放下 李侠 有话好好说吗 他这么做 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啊 对对 是 还不赶紧带我去 还愣着干啥 带路啊 请请请 请请 斋大长 现在怎么办啊 他们现在肯定是回山寨了 前面可是黑风岭 黑风岭 那就他们的地盘了 不能再跟上去了 孙永正是归进骨头 咱们这点人肯定看不下 现在赶紧回营地 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 请请走远 那 那施队长了 施队长肯定是潜伏进行 拖延时间 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 利益外合 你去哪儿下山寨 回营地 爸 走了 我去哪儿下山寨 太阳又要落山了 已经是第二天了 如果明天街头的人 还不来 还不来 永正 到时候怎么办 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 找麻烦 傻丫头 没事 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 我在呢 进来 孙先生 大当江道要说 你要招二人 让我给你送过来 这东西啊 可是我们上次去 招我家打秋风的时候 抢来的 您看看还能不能用 辛苦了 兄弟 没事 有事你招呼我 我听下面的人说 你把咱那条黑匣子 送给姓宋的了 我听下面的人说 咱留着也没用 顺顺人行 送她了 你说就姓宋的又她干什么呢 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你想多了 她是媳妇跟她都在咱们手里头 她能使什么花招 我只是担心 妄一姓宋的从中 是什么鬼点子 这算计咱们怎么办 那严丑陋第二天就到了 她娘的什么街头人 一点东西都没有 可我告诉你 她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你今日晚上 不是还有一天了吗 哥 我都准备好了 时辰一到 如果她的街头人 没什么东西的话 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姓宋 你小子就是蜀木村光 姓宋的有一点说得对 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 咱们现在能靠上 姓宋的这棵大树 那是求之不得的事 我告诉你 没有我的命令 在时辰没到之前 谁也不学过 懂姓宋的一根汗毛 成 哥 我听你的 姓宾 快点 是村长 村长 谁 走 队长 队长 你们怎么在这儿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 怎么回事 班路上抓的租匪 接了宋武城的街头人 结果让我们也可以遇见了 街头人在哪儿 我派晓风他们押回营地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三四个小时之前 街头人长什么样 是个女人 一是农妇打扮 本来想蒙混过关 没想到 让十里嫂子给释过了身份 十里嫂子呢 在黑风里 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牙 发信号 十里嫂子就假扮成街头人 过去了 结果逃出了 宋武镇 藏机在那儿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村长 一派几名战士 押着散飞回营地 明白 村长 到 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是 同志们 押着土匪跟我走 走 快走 老湘 辛苦你了 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好 王队长 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呢 齐瑞仁 助力 同志部队加快行军速度 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里 是 出发 走 后面人都跟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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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达当家的 他非要见你 小的没拦住我 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下去吧 是 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他当家的 您给的那是电台吗 那是收音机 收音机 弄错了 不是 不是 啥是电台啊 是那能发报的吗 你说呢 那晚上我哪儿有啊 再说了 你要电台干啥 大同家的 没电台 我怎么跟我的街头人联络呀 后援怎么到位啊 怎么了 宋先生 沉不入气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后援三天到位 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 你是不是 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 我没耍你啊 我要去耍你 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 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 我那天说过了 奉劝宋先生 别耍花招 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 蚂蚱 想借着找电台下山 没门 既然大当家的说了 咱们是一根绳绳的蚂蚱 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队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要是大当家的 怕我脚底抹油溜了 那就劳烦你 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 我上哪儿招架 解放军 通讯班 你他娘想害死老子 没办法 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 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 胡义 明慧来了 有他娘的战职精神娘 那娘 那事办完了不回来 还出局喂狼啊 是是是 是 侯爷 这回没白出去啊 还带回一个娘们啊 闭嘴 这是宋先生的街头人 好好好 跟大哥说 就说我回来了 是 都站直啊 都接近点 你这儿 到我家的 到我家的 后会把送人的街头人 带回来了 什么 带回来了 人在哪儿 说话就到 赶紧给我请进来 是 老子倒要看看 你的街头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宋先生 原来你的街头人是个娘们啊 你是美女蛇 你说呢 我要你说 宋永正 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 堂堂一个党国精英 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 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之火种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 说得也是 你来之前 张峰可有指示 天边余下 一抹夕阳 思念也被带给远方 渴望的爱情 藏在心底 带起行囊 远走四方 有些时候 你我一样 挣扎着寻找方向 渐渐触摸到时间冷暖 也不寻常 也不慌张 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 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 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 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 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 生命旅程 修饰战场 别再逃避 别再失望 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 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 想人间盛开着善良 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 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 好 好 喜欢 teh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